路加我们说了 伦理道的天真地位 有人说不服 道家怎么看 道家在上面的神仙 男人 一个天规 你犯了 五次集会 女仙 比较少 我们看到的神仙大都是 男性很奇怪 女仙只给你一次集会 犯了戒 不行 那佛呢 愿一切女生 化男生 愿女子化男生 他 密宗也是 这个 对男人的戒率少 女性的 花条就多 那怎么办 阳的东西 那上面那叫纯阳之体 下面的东西 就叫阴 我问儒家也是 成阳一阴 中阴也有 阳派 人间也所谓叫阳间 男人是阳中之阳 女人是阴中之阳 都是讲究这个阳 所谓的正能量 那你说阴 他就 他就一定是负能量 那做女人 就不能做好了 每个人 都有机会 天道 归生 天无绝人之路 我也相信都有那么一个奇迹 一线生 你在命再怎么样 医生当中都有 而且不止一次 甚至说每时每刻 当下的这个心念 女人 做好女人的样子 男人 你得像个男人 那我们说 母一天下 这样的女人 当然了不起 那男人什么都不是的 也多的是 不知道他什么变子 也不知道他 他自己也不知道 将要去哪里 到时候就知道了 所以 女性 也没关系 这个话说的 有点感觉好像 不是那个意思 其实就算工作 适合女性 你看女人的脑子是通藏 男人是像格子一样 像抽屉一样 一格一格 给你分开 什么都比较理性 而女人呢 他就 所有东西装在一起 因为他装进去什么 他也出来什么 就是他说话的时候 你就作为先生 你就 要不要听太太呢 要听 听了就像没听 你就 应和一下 就好 你 这边进来那边 就出去了 但是 他的灵感很好 当你这个信息量不足的时候 你看那些 上神 那些什么 为什么女的就多 那就通音 就是你不管是哪 甚至说上面的也叫通音 因为他跟人 人间 我说人间 我就是人伟大 其他的 不敢 不能轻易干预 我就是太疑点中心 就是 像一些艺术的 上歌舞蹈 那些美的东西 那女性当然合适 男人 那就不像话 对吧 老师啊 现在很多东西 这种就是 家政啊 就是很多 这些事 往往是适合女性 而真正 此为那些 高大上的 什么 皇帝 历史上就一刻嘛 然后当成什么样 他快乐吗 好